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星空学院直播间 现在是《马晓晓我遇到了外星人》系列主题分享的第七场 我是主持人艾美 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们的关注和支持 马晓晓是生活和工作在澳洲的华人律师 是世界华人UFO联合会的理事兼法律顾问 也是经经济飞碟探索研究中心的飞碟信息调查研究员 在这样一个信仰危机的时代 许多善良 聪明 努力 但却无法活出自己的朋友 选择了投身宗教去寻找解锁人生困境的方法 不知不觉却又陷入了更大的谎言中 很多步入灵性成长的朋友都曾经身为过宗教徒 那他们在觉醒之后会发现自己所信仰的宗教 并非是自己最终的归属 从而转身离开 那么今天马晓晓律师就跟我们来分享 大家期待已久的有关宗教的话题 下面有请马晓晓律师 好的 谢谢艾美 谢谢艾美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现在讲是关于宗教的话题 其实宗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 这就是为什么我留到第七集在讲 因为这牵扯到个人的信仰 我讲的内容是不是可以被大家能够接受 因为我思来想去觉得 如果我要讲这个宗教的话题呢 我是希望能够很坦诚的 很真实的告诉大家 关于我所得到的信息 是怎么一回事 那么我以下讲的内容呢 可能会对你们有一些人会有一些冲击 那么我想说的是君子和而不同 这是我们中国人一直古代讲的这么一句话 我们可以有不同的那个接受还有信仰 所以我只是发表一下我个人的看法 包括我接触外星人 像他们给我的一些信息 其实我在前六集一直是在讲外星人 我个人跟佛祖啊神恶佛他们也经常来找我 那么也有接触 那么我想讲一下我对 以下我来分享一下 我所接触的那些外星人 他们对于宗教的看法 然后呢 我再讲一下佛祖 我所碰到的那些观世音菩萨 普贤菩萨 还有弥勒佛祖 你们都认识的 他们对于自己佛教的看法是什么 那么我以下和你们分享一下 那么第一点我们先讲一下外星人 对于宗教的看法 那么我希望大家能够听听 看看笑笑就可以不要太当真 因为有些人我知道 一提到宗教很容易很较真 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上 应该多采取不同的人的观点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接受 外星人对宗教的看法是这样的 对于一些非常高等的文明 比如说在第五第六第七 或者更高的维度 像我们所认识的天狼星啊 毛苏星啊 你们都知道那些什么 大脚星人等等 他们其实是没有宗教信仰 但是呢 我们也不能说 整个银河系 所有的外星人 他都没有宗教信仰 原因是 你是如何去定义 外星人这三个字的 其实外星人指的是 非地球上的生命体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把外星人看成 高等的高维度的存有 那么既然是高维度的存有 那么就是成千上亿了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 所以他们每一种生命体 都会有自己不同的信仰 那么据我所接触下来 很多是非常发达的 在科技 在灵性和觉知上面 非常发达的那些外星文明 他们本身 我只能够说代表大多数来讲 因为一些一小处可能有不同的 那个宗教信仰 他们是没有所谓的宗教的 那么这就是他们的构成体 那我就有时候问到他们说 你们没有宗教信仰的话 你们相信什么 你们有没有所谓的 类似于人类的宗教信仰 那么我所得到的回答是 他们只追求一个东西 他们说 他们就是在他们的一个意识的层面 和认知体系当中 他们压根就不认同宗教信仰 他们不认为有这么一个东西 他们也完全没有偶像崇拜 他们认为这是一个人 在人类在一个进化过程中 必经的一个 一个必然的一个进化规律 比如说我给你们举个例子 你们知道爱莎莎尼外星人 我知道你们有一些人 可能是知道 叫做爱莎莎尼外星人 他们这种外星人呢 在很久以前 他们也是有类似于地球人的宗教信仰 然后通过自己的演化 然后演化到现在高等文明的情况下 他们已经脱离了宗教的信仰了 他们现在所信仰的东西 就是相信造物主 我不喜欢用上帝这个字 因为我觉得上帝这个字 好像已经被用得太过于宗教化了 偶像崇拜 其实我所说的这个造物主 就是我们都知道的本源 就是这个一的开始 如果你们真的说 外星人一定要崇拜什么的话 或许也就是这么一个造物主 就是这么一个一 对于他们来说 追求光和爱是一个类似于 不能说是宗教吧 就是一种个人的一个灵性发展 和追求的一个 一个至高的一个追求 就是光和爱 要做的就是回归于一的本身 这是他们的一个 类似于一种个人的信仰 但是我想强调的是 他们是没有宗教信仰 那么我已经跟你们讲过 大多数的外星人是没有宗教信仰 但是我又发觉另外一个问题 这可能要打个小差 跟宗教没有关系 有很多外星人 他们是有贵族的 你们所知道的 你们能够记得清楚那些外星人 什么天狼星啊 我能够报几个都是大家 你们都知道的 因为要报几个外星人 如果你们不知道的话呢 就不是很好 像他们其实都是有贵族的 就像我们地球上有贵族体系 那么你们会觉得很奇怪 一个发展到这种像 卯素星人或者天狼星人 已经是等于那种很高等存有了 包括大脚星人 怎么可能还有贵族体系 他们的确是有贵族体系的 他们的贵族和我们人类的贵族 是完全不一样的 彻底的不一样的方法 他们的贵族是有点像是 怎么解释 他们没有偶像崇拜 这么一个概念 他们也不是说 因为父亲是一个国王 母亲是一个国王或者一个皇后 自己的小孩将来就一定会是这么做 他们这个外星人 比如说你们很喜欢卯素星人 比如说卯素星人 他们的贵族 其实类似于那种选居委会 大妈那种选居委会 或者选村长那种 像我们选那个参议员 就类似于这种的体系 他会选一个在他们群族当中 觉知和意识体 包括能量各方面 是最高的最有爱的 然后他们会选他做一个贵族 贵族在这种高等文明当中 是代表一种很高的一个荣誉 就是说的通俗一点 像我们选那个选美小姐一样 哎呀我觉得你哪里长得美 我选你当选美小姐 如果就选你当歌曲 我会大妈 但是这是连任期 就是说他被选 选择当了这个贵族之后 国王 他们都是有国王体系的 说有国王和皇后 天狼星啊 猎狐座啊 大脚星 卯素星人 他们都是有贵族体系的 我再强调一遍 他们的的确确是有贵族体系的 但是这是一个连任期 就你被选了 然后你可以被连任 你可能不会被连任 可能有别人来竞争这个职位 所以这是他们的贵族体系 他们对于他们贵族呢 也是非常那个尊重 那么我为什么提贵族呢 因为这是我能够想象到于我们地球上能够想到的宗教 还有偶像崇拜 比较类似的东西 但是他们跟我强调一点 就是他们对于他们贵族 并不是像我们地球人 对于贵族的那些看法 好像他们有特权等等 在那个高等文明当中 他们有贵族 但是不会享受到像我们这种地球上的那些什么英国皇室啊 丹麦皇室的这种贵族待遇 也没有说有一个什么血缘的一个传承啊 没有这么一个讲法 那么我就讲一下这个 那他们外星人对于我们地球人的宗教看法呢 我就现在说一个很敏感的话题 呃 他们认为天下地球上所有的宗教都是素博人心的 也就是说他们根本就不认可地球上的宗教 他们认为宗教这个东西其实在一个很大的层面上面 也可以说是一个很核心的问题上面 是对于人的本身 一个意识体的提升 自我的进化等等 是一个素博 并不是帮助 那么有些人肯定说 啊 没有啊 我觉得我入了宗教之后 我哪里哪里改善了 那么我下面会提到宗教好的地方 那么我现在就是 如实回报给你们听 就是他们跟我讲的内容 啊 这个也不光是他们跟我马晓晓讲 其实有很多光宫 他们也受到类似的信息 如果你们谁啊 听的一些听众 你们有很多人是有点小神通的 你们自己也可以去跟他们联系一下 看看外星人对宗教的看法是怎么样 外星人的建议就是 如果你想要一个扬升和提高你的意识体 你就应该去修灵 而不是去修一个宗教 修灵和宗教是有区别的 所以我想告诉你们是宗教 在外星人的观点是 第一他们自己的种族 大多数来说是没有宗教体系 第二呢 他们也是非常的反感 或者说是很反对地球上的一个宗教体系 因为这是很素博人心的东西 在他们眼里 那么就问到 我就问到 为什么人会有一个偶像崇拜 宗教本身就带一点偶像崇拜的 那个那个基因在里边 他们就提到 因为地球在那个地球上的人类啊 他一开始在进化的时候 我们基因的确是被编程过好多好多次 被不同的外星人都编程过 这个你们大概都是知道的 那么基因编程你们要知道 不光是从一个物理层面 包括你的思想意识 还有那个文化体系什么 是有着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那么当中的一个编程体系 就是你们知道 那个英语当中叫做Anunaki 就是阿努纳其人 他们当时给地球人那个基因编程 就是要有一个偶像崇拜 那么那个时候的偶像崇拜的对象 就是他们 这是为什么我们到现在人类 还是改不了这个毛病 哪怕你可以停止 你哪怕可以跳出了宗教的本身 去彻底修个灵 你也很难跳出 比如说有希望自己被别人崇拜 或者是说有那种偶像崇拜 也可以延伸到我们说的体育界 还有演艺界 那么有些人也不光是当个粉丝了 有些人是非常的疯狂的 以至于是很盲目的去崇拜一些人 这个本身就是带于偶像崇拜 这个其实在宗教当中 也是经常有显现 那么当然宗教 所定义要比偶像崇拜更加广阔 但是的确偶像崇拜的现象 是属于宗教一个最大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问题吧 一个弊病 所以这个是我们人类发展当中 基因的一个缺陷 就是有偶像崇拜这个现象 但是外学人他们也提到 就是宗教当中呢 你也不能说它彻底的都是不好的 因为宗教在演化当中 它毕竟是带有了当时那一个文明 或者几种文明呢 它的一些精髓 以及招耗 所以它也是一个文明的一个 一个验证者吧 宗教本身 所以说我们如果要入宗教的话 就是外星人就说到 就是说 你要可以学习你宗教本身的某一个思想和内容 但是不必 你可以进入宗教去学这一些东西 但不必被宗教所限制 就是不要被宗教的那些体系和条条框框 所那个被圈住 就是你不要相信啊 就是很多人说什么 是不是来历假了不能去拜佛啊 这些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比较 不是很开花的那种思维 宗教本身你去学它一个教义 你觉得它如果讲的好的话就可以 不必是说你去学那种很条条框框的东西 这样的话你就是陷入了 就像外星人所说的 这个宗教对于你们人的思想体系的一个控制 所以这个请大家注意一下 我因为人在境外 那么我跟中国和境外人士都有交流 我发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关于国外的光宫和 就是国内的光宫 最大的一个区别之一 我觉得就是对于宗教的看法 因为在国外啊 他们是这样 一个人他不管这个老外 他到底是有信仰的 就是说我说的信仰是宗教信仰 不管这个老外 他是不是基督徒 还是天主教徒 还是什么的 如果他有的话 只要他一旦觉醒了 决定就是走一个灵性的道路 或者是说 有一个要走阳神的道路开始 90%以上的人 他们会选择跳出宗教本身 去纯粹的追求灵性上的修行 我再强调一遍 他们会跳出自己原本的宗教的框架 就是彻底的脱离基督教 或者彻底的脱离天主教 彻底的进入自身的灵性的修行 但是在中国呢 情况是反过来的 我看到好多人觉醒了之后 就是有这么一个要扬身的意识之后 他们本来是从不信 或者半信佛教或者道教的 变为彻底的往里面跳 就是觉得我现在要研究一个灵性了 那我该往哪里看呢 我应该往佛教里面看 我应该往道教里面看 那么我一开始呢 对这个现象不是很理解 我觉得这是一种退化的状态 你如果觉醒了 你应该是跳出宗教本身 你怎么会还往宗教里面跳 这一点我就觉得好奇怪 后来我就想想 这也是能够理解 因为在我们中国啊 在历史上面 冯书坑的现象太多太多了 从康熙 然后到民国时代 到近代历史 都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我们在哲学体系 和修行的道路上面 还是很欠缺的 信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 以至于当你决定 某个人决定 比如说听众朋友 当你们听到这些 哎呀我今天想觉醒了啊 我得去研究一些修行的内容 我该从哪里看 你第一个就是上网找 其实你根本就没有找到 可以让你修行的那一套体系 让你去看 或者有一些很好的内容 所以你能够找的 无非就是往宗教的坑里面去推 你能够想啊 我要去看一下佛教的精髓 看一下道教的内容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 这也是可以理解 因为在中国这方面的信息 实在于太少了 以至于大家没有路选 只能往 只能往宗教的那个坑里面去跳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遗憾的现象 但是我并不是说 宗教就彻底的都是不好 不是这个意思 那么 那么现在其实我觉得 很多人在修灵的路上 包括阳生的路上吧 像你们都说你是光宫光宫的 或许你们还不能够彻底明白 灵性和宗教是有彻底的区分的 我随便举几个例子给你们听 比如说 宗教呢 它是带有素博性的 它要让你屈膝 我觉得佛教这一点还可以 比如说基督教它里面就有一个教条 说我不管你人是不是多少好 多少的善 只要你不相信我耶稣基督 你就一定会下地狱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恐吓的后果 就是你不信我 你就要下地狱 你不这么做 你就一定要入十八层地狱 因为宗教它本身带有恐吓的 那个内容在里面 所以这对于我们扬生的灵性发展当中 并不是很适合 这一点大家在修佛 就是看佛教或者看到教书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 你所看的一本书 或许对你来说 只有二十几页的精华 剩下的都是糟帕 所以你们在读佛教的经典 和道教的经典当中 自我也要有个一个刷选 就是什么信息可以接受 什么信息是不能够接受的 并不是说反华经 金刚经说的就是绝对的真理 因为你们要知道经理是真理这个事情 它一直是在进化的路上的 你有一个觉悟 然后你再觉悟到一个层面 你会有更高的一个觉悟 一直在觉悟 你会有一直往上推 所以所谓的经典 其实没有所谓的经典 它也是在被淘汰当中 我就是要告诉你们 就是说你们在看佛教这方面的书 宗教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不要被宗教里边那些恐惧的内容所受影响 还有一些类似于迷信的信息 什么不要吃香菜了 不要什么养小动物了 对吧 还有什么来列甲的时候不要去拜佛 这个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愚昧的一个思想 所以大家我希望你们在那个 如果真的是要走佛教的道路 或者道教的道路的话 这点你们要特别注意 还有一点呢是宗教我觉得和灵性的区别 就是说宗教会告诉你什么是真相 那么灵性呢是让告诉你 你自己要去发现它 这是两个很大的不同点 比如说又说到基督教 他跟你说这天下第一个男人女人的区别是什么 那他说这是亚当和夏娃是上帝造的 上帝就是一个老男人长得有胡子的那种 所以这就是一个宗教已经速博了你的想象力 以及去追求真理的一个热忱 他已经告诉你了世界就是这么造出来的 你就其他东西就别想了 你就认命你就知道这个事实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宗教对于人在一个更高层次的一个追求的一个速博 灵性会告诉你 灵性会告诉你自己去探索 你自己去发现它 还有就是宗教呢讲究的是彼此的分离 你们可以看到那些什么其他的宗教 我也不想特别提名字 比如说对吧 就是什么阿拉了什么 就是这个我得说话小心一点 因为我们聊的是宗教话题 我的宗教一定比你的宗教好 道教一定是最强的 佛教一定是最伟大的 基督教是唯一的 什么耶稣是上帝唯一的儿子 等等等等 这个就是产生了彼此的分离 但是呢 灵性呢 灵性的修行是整合彼此 你就是把大家聚在一起而不是分离 这个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从历史到现在来看 很多的战争 包括十字经东征什么的 都是由于宗教引起的 所以这一点你们在看佛教的书和道教的书上 我再强调一点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那个不要说那些老的那种旧世界的 复习体系的 还有封建社会的那些信息所影响 那么宗教呢 还会会让你有个依靠 一旦你事情处理不了 你就去找神阿菩萨的 灵性会让你站起来 它会让你自己去解决自己的问题 靠自己 还有宗教 每个宗教我都看到佛教 佛教包括基督教 它带有审判的情形在里边 你做的好我就少 你做的不好我就审判你 那个基督教的原教就是 每个人出身都是有罪的 你要赎罪等等 这个都是后面的人增加进去的 但是灵性提供的内容 更加在于一个因和果 当然这一点佛教上面讲的 还是更加深邃一点 还有就是说 灵性是让你自己创造自己的道路 但是宗教呢 是让你跟随别人的旅程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区别 宗教告诉你 应该跟哪个神和佛去学走他的路 灵性是告诉你 你要创造自己的路 走自己的路 走自己的扬生的路 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 那么我想告诉你们这一点 就是让你们分清 灵性的修行和宗教的不同性 那么我觉得不管你是说 一定要是脱离宗教去修行 修灵性的纯修灵 还是说想借助宗教为一种 修灵的工具 继续下去 我觉得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 其实都是可以的 只是说 如果你想通过宗教来修行的话 你在各方面必须非常地小心 什么信息可以获取 什么信息不可以获取 你们要非常地小心 那么下面我想讲第三点 就是关于真实的耶稣 那么我会提 等会我会讲佛教 还有道教 关于为什么要提耶稣呢 其实我发觉 我收到电子邮件当中 其实基督徒对于这方面的内容 其实热忱是很高的 关于宗教的那个真实性 耶稣呢 你们知道那个圣经 当然你们有些人可能不是很喜欢基督教 那我也可以讲一个小故事给你们听 就是当时那个年代 就是元年 耶稣出生的那个时候 因为我们现在的那个 祭孙的历程是公历 2018年 这个算法是以耶稣基督的出生日开始算 那么在2118年以前 耶稣出生 他当时到底有没有来过地球 是这样的 耶稣当时他的的确确是来过地球 这个信息是他给我们的 是他给我的 就是包括给别人 这个就是我就把他原话告诉你们 耶稣的确确确在地球上是存在过的 他当时是的确是投胎到地球上是来的 然后引领大家走向光辉 但是耶稣基督他当时并没有 他死去之后 他并没有创造这个基督教 这是后面的人以他的名义创造出基督教的 和耶稣自己本身的人生经历和意愿是不相干的 那么耶稣基督 他真实的出生日期是在9月份的第三个礼拜 那么因为古代嘛 他们没有像我们现在如此精确的计算法力 所以他们只是说我出生在9月份的第三周 当时他跟我讲的时候我还很开心呢 我说哎这么巧 我其实也是19号出生 我说我正好也是第三个礼拜 啊好巧好巧 那当然这是话外之音了 就我觉得挺有意思 他是出生于9月份的第三周 但是他他妈的确不是处女 因为这是在那个翻译上的问题 西伯来语当时对于那个那个字定义应该是一个女性 年轻的女性 但是他们在翻译成英语当中 就是把这个字翻译成处女了 当时他们这么翻译 我觉得是为了证明玛丽是个很纯洁的女性 其实玛丽的确是个很好的女性 但是并不能够说他是处女 因为从人生小孩这个正常现象来看 我觉得这也不太可能 所以他当时耶稣也就是出生了 但是耶稣基督并不是像圣经上说的那样 耶稣基督他其实不是他们家里唯一的一个孩子 耶稣基督他是有哥哥姐姐 他是他们家里的弟 他妈和他老爸批的就是生了四个小孩 耶稣基督是他们家的第三个小孩 然后他有哥哥姐姐 还有后面的就是年弱的 所以他是只是家庭当中一个很平凡的一个小孩 他出生的时候 所以他是排行老三 他有哥哥姐姐 他年轻的时候跟他哥哥姐姐和那个弟弟一起玩 就是玩得挺开心的 然后他后来呢 在他那个十几岁的时候呢 他也周游了世界 那么你们很多人可能也是知道一些话外之音 就是他去过印度啊 他也去过西藏啊 他也去过欧洲当时很多国家 包括他后来也去过非洲 他的确是周游过世界 然后他在中东啊 这些地方都认识了不同的老师 教他不同的课 耶稣基督他那个时候去了古埃及 然后在那个金字塔里边是住过一夜 那个时候他就有空达里尼觉醒 空达里尼大觉醒之后呢 就是打开他的脉轮之后呢 他就有了超反的能力 当然之后他自己的修行也是有关系的 那然后他就开始了他的传教的路程 他其实当时已经是能力很强了 然后呢 耶稣基督你们可能就是知道 他有就是圣经上面就是写 他有各种各样的神奇的那个那个特异功能 包括在水上走啊 可以凭空变出东西啊 其实这些记录在我们人类历史上都是有的 比如说隔空取物啊 道教当中的在水上走这些特异功能 除了耶稣基督之外 后面的后人其实也是能够做得到 只是说他聚集了好多的特异功能于一生 原因是一方面是因为他个人爱和光的力量 他的确是一个很得道的人 另外一方面呢 是由于他自身的物理身体 其实已经当时在那个年代 被更改了很多遍 就是说一直有一个提升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们讲在中文当中 英文当中有个很好的词可以表明 就是说他已经不属于是一个纯的地球人 在那个年代 他的物理身体已经被基因改造了很厉害了 在那个年代 所以他能够他整个物理身体在那个年代 他可以承受和把握得住更多的光和爱 所以他的那个能量体在那个年代 如果放在一般的人身上他是扛不住的 人会解体 所以他那个时候是因为被基因改造很多次 所以他是有能力可以承载更多的光和能量 在他的生命体里面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的意识体 以及他的特异功能会如此的厉害 那么为什么他有这些能力呢 是因为他当时是有历史使命的 他必须是带领人类走向光辉 所以其实后来除了耶稣基督之后呢 有很多很厉害的大师出现 但是这就有点像我们说的娱乐界 该轮到你红的时候你红 很多人都出名了 但是可能就会捧红几个人 那么那个年代 其实你们看 的的确确是需要有个宗教信仰 所以那个时候就有基督教 带领者为 那个耶稣基督是后人把他树立起来了 包括我们东方文化当中的佛祖 也是后面的人把他给树立起来 创造了这个佛教 因为在那个年代 的的确确是需要一个宗教来做一个支撑 所以他们的名字就会变得越来越像 后人其实有很多的大师 和他们有相同的能耐和水平 只是可能没有他们这么活罢了 那么 耶稣基督后来呢 他的确是上了十字架 但是他在去十字架前 他已经知道自己的命运 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他上了十字架之后 三天之后呢 他是被他的信徒 以及当时的一个示威所救下来 所以他根本就没有死在十字架上面 然后呢 当时耶稣基督呢 他是有双生火焰的 他的双生火焰呢 就是他的老婆 也是叫Mary 不过不是他妈 他妈叫Mary 他的老婆也叫Mary 他的老婆的姓叫做Mary McDonnelly 是另外一个女的叫Mary 叫什么 蒙大拿吧 中文翻译 救下来之后 然后玛丽特别照顾她 然后他们两个人也算是结婚了 结婚之后呢 这个在那个圣经当中都没有这么写 圣经当中把他的老婆玛丽 写成他的一个信徒 而且把玛丽的身份写得非常的难听 这里我就不想去提 因为那个年代是复系的时代 他们不喜欢看到女性的能量曲奇 这就为什么当时只能够崇拜男性 不能够崇拜女性 玛丽是耶稣基督的双生火焰 她的能耐和耶稣基督基本上是一样的 她能够做到耶稣基督都能够做得到的事情 只是说在历史上 她的能力各方面都是被抹灭 这是个很遗憾的事情 因为那个年代是不能够允许有女性的力量 这也是旧社会的体现 然后耶稣基督被那个 在十字架上被救下来之后呢 他和玛丽呢 就是去了我们现在知道的法国 因为那个年代 法国还没有这么一个国家 他们基本上就在那个法国 这么一块地方就长居下来了 然后呢 他们又周游了全世界 去了西藏 去了印度 去了好多类似的国家了 然后他们生了一个女儿 然后他们就在阿尔兰定居下来 他们当然也去了埃及了 还去了非洲等等其他的地方 所以他们也周游了很多地方 他们生了一个女儿 后来在阿尔兰 耶稣基督大概在七十岁左右 他就去世了 然后玛丽又多活了几年 然后也去世了 他的女儿后来和一个男的好了 在阿尔兰 然后他们就生了五个小孩 然后他们就继续住下 就是我是说的 那个是耶稣基督的后代 他们有个女儿 所以说他们也是有血脉相承 也是在这个地球上 就是这就是耶稣基督的一个 真实的一个故事 那然后我还认识我的一个朋友 她是一个美国 是一个美国女的 她是那个玛丽的一个分身 就是耶稣基督她老婆的一个 一个在地球上的分身 我还有个很要好的朋友 在澳洲 她是耶稣基督当时轮回在地球上的一个哥哥 但她这一辈子投身是一个女性 这个也挺有意思 所以那个耶稣基督跟她也走得挺近 所以这就是告诉你们 耶稣基督当时发生了什么 下面我想说一下佛教的事情 那你们可能会比较感兴趣 就是真实的佛祖到底是什么样 那么我先讲一个很具有正义的话题 还是想说一下就是君子和儿不同 我只是表明一下我个人的一个观点 包括我得到的信息 那么可能对一些人 我所说的话可能冲击比较大 那么希望大家不必太过于执着 个人的看法 我想说的就是关于六道轮回 我们佛教当中一直在说 六道轮回超脱于六道轮回 你就可以成为佛祖等等 你就可以立地成佛 其实我们所说的那个年代的六道轮回 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提高意识和扬升 但是六道轮回当中 他的核心思想已经被篡改得很严重 这就类似于那个基督教 他们一直说耶稣基督曾经说过 我是上帝唯一的儿子 他也跟我说的很清楚 他从来从来从来 在那个年代完全没有说过这么一句话 他没有说过 他是上帝唯一的儿子 这个是后面的人加上去的 为了体现他的尊贵 同样的道理 关于六道轮回 我们所要超脱的六道轮回 其实就是意识的扬升 还有就是扬升到更高的维度 仅此而已 你说的所谓的超脱而不再轮回 其实不存在这么一个概念 我为什么这么跟你们说 是因为哪怕现在的神和佛 乔达摩西达多等等 他们如果想轮回 他们也是可以轮回的 他们也可以到地球上轮回 然后低层次的灵 他们也可以选择扬升 就是我们不应该去考虑 到了一个程度就再也不下了 因为不存在这么一个观点 我们很多的像我 包括你们这些观光在听的 我们也是从很高的维度下来的 其实我们以前不比这些神和佛差 之所以你这辈子选择投胎 是因为你有这个任务要去完成 你不是说你没有超脱六道轮回 只是说你来这一辈子 是有这个任务要去完成 你完成了之后 你就可以回去了 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包括当时乔达摩西达多 他到地球上来 难道我们说因为你来过地球 你就没有超脱六道轮回吗 不是的 他当时来他是有任务要做 包括我们也是 对于哪些人要去理解六道轮回呢 对于那种意识体非常低的 频率很低的 就每天想吃吃喝喝吃吃肉 然后就是那个意识不是很高的那种人 六道轮回的超脱 对他来说 其实就是个意识和个人的能量体的一个养生 所以这就是六道轮回的程式 那么我们所说的超脱轮回 其实一个高龄你修到一个程度 哪怕你进了第九维度 第十 第十一 十二 当然十二已经要回归本源了 这并不代表说你越往上走 你就不会再下来 你为了学习更多的课程 有时候我们往上走了 也会考虑偶然下来一下 学习一点新的东西 比如说你在第七维度 你可能选择你想投胎到第四第五维度 学习那么几堂课 然后你再回去 或者你会学习另外一堂课 然后你决定我在往上走 我可以去第八第九维度 这仅仅是一场游戏 所以我想告诉你们就是这么一点 不存在所谓的超脱和六道轮回 这么一个概念 这仅仅是一个个人的意识的选择 如果你决定你想超脱 你就可以超脱 如果你觉得自己没本事超脱 那就说明你自己给自己的意识体 留了一个局限 那你就没办法超脱 你只要想超脱 你就可以 这仅仅六道轮回 不再轮回 这个概念 其实是一个个人的灵魂的选择 并不是说你要做到一个多多好的程度 怎么怎么着 不是这么一个概念 还有一点就是关于神啊 佛啊这一点 关于佛祖 在宗教体系当中 我们都知道什么大日如来啊 这个药师佛啊 释迦摩尼啊 都是叫佛 而女性我们知道的观世音啊 什么的 普贤菩萨 文书菩萨 都是叫菩萨 然后呢 我们还知道一些阿罗汉 阿罗汉 然后后面还有一些什么仙子啊 仙女 其实你们听到这里 你们就可以知道 其实是有等级之分 也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 在佛教当中 它还是分的 包括我有时候看佛教当中 有很多雕塑 都是一个大男子 坐在当中大日如来 然后旁边是众星捧月 所有的神啊 佛啊 什么的都在捧他 其实这个构造 本身不是神和佛 给予我们人 我们中国人的 其实是后面的 因为我们在分 当时是经历了这么多 那个 就是说 怎么说呢 就是我们经历了这么多 封建体系 然后很多的人 他自己靠自己的理解 加入进去 而且那个时候 的的确确是 男尊女卑的世界 所以男性很多的 得到的都是叫做佛 而女性的呢 都叫做菩萨 显得就是好像水平 好像没他们高那样 还有阿罗汉什么的 其实我所接触下来 包括对他们的频率 包括一些感觉 我觉得观世音菩萨 他完完全全 完完全全是可以被称为 是一个佛祖的 你们也可以叫观世音佛祖 或者普贤佛祖 文书佛祖 没有必要去区分 男性是佛 女性是菩萨 还有一些谁是谁 是阿罗汉 等级没他们高 还有些人给我留言说 我想搞清楚 佛祖菩萨在第几个密度 其实这种东西 我不想跟你们分享 因为你在分的时候 你本身就给他们 三六九等 已经给他们分得很清楚 这个三六九等之分 是我们封建社会的 一些招牌 是我们自己 把自己的意识体 强加进去的 并不是佛祖 和我们所说的那个菩萨 他本身的一个意愿 他不在乎你怎么叫他 你哪怕叫他观音如来 没有佛和菩萨 他都可以接受 只是我们把自己的一个 一个文明的体系 包括对于他们的 三六九等之分 把他们往身上套 所以才会有佛祖 菩萨等级 阿罗汉等级 等等等等 其实这种东西 我看到过的佛祖 他们其实都没有 这么一个讲究 我给你们讲一下 我所接触的那些佛祖 他们的脾气性格 有次我接触到的是 乔达摩西达多 那个时候 我记得我是 我记忆当中 就是讲几个 比较有意思的事情 是在大概两三年以前 是当时就根本没有心理准备 那天我记得我是大白天 我记得那个时候 悉尼好像在搞一个 什么巧克力 巧克力展 还是什么巧克力节 然后我就去参加那个展览 很热的一天 然后在那吃不同的巧克力 好开心 当时就压根就没想到 这些东西 然后突然之间 就是有个心灵感应 然后就是他跟我连接说 我就是说来找你 然后你好 然后我说你是谁 他说我是乔达摩西达多 我当时呢 其实没有反应 我想这乔达摩西达多 这个是谁呀 对吧 然后乔达摩西达多 就名字好像挺熟的 然后后来我想 哦哦对对对对 乔达摩西达多 就是我们说的 释迦摩尼佛 我说哦 我说你好你好你好 我那时候我记得 我说正好要买块巧克力 正在付钱的时候 然后我说你好你好 然后给我感觉 乔达摩西达多 他是一个很谦虚的一个 一个大德 我比较喜欢叫他们大德 我不是很喜欢叫他们神啊 佛啊的那种 我觉得还是带了一点 个人的偶像崇拜 我觉得没这个必要 他是一个很大的大德 你看因为 我后来才搞清楚 我后来想了一下 他为什么叫乔达摩 他介绍他自己的时候 他不说我是释迦摩尼 他说我是乔达摩西达多 我后来去网上 看了一下 因为当时我不是佛教徒 我看了一下才明白 原来他出生的时候 乔达摩西达多 是他的名字 释迦摩尼佛 是一个分号 叫做在释迦国的一个王子 就是翻译成中文 是这么一个意思 所以他是一个很谦虚 很谦卑的人 他会给别人介绍 说比如说 我是释迦摩尼 不 我是乔达摩西达多 我会给你个名字 比如说我是马小小 我不会说我是马律师 你好 这就是为什么 他不说我是释迦摩尼佛的原因 他不会用自己的一个名号 或者一个什么支撑 来介绍自己 不说我是王医生 我是什么什么国家 什么领导人 他不是这么介绍 他就说他的名字 我是乔达摩西达多 这一点我还是有点小感动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谦卑的人 然后他跟我说的 他当时跟我说的是很多 是关于困达里尼大决心 他说如果你是想 清理你的脉轮的话 你可以跟我连接 他说我可以帮助你 清理你的脉轮 后来我说哦是吗 所以我跟他 有时候我后来就跟他连接一下 我觉得他的能量场 对于清理自己的脉轮 是非常有帮助的 这点我可以告诉你们 如果你们是说 要连昆加里尼的瑜伽 或者什么的 你们可以叫摩西达多 他这方面是挺有能力 他可以帮你们 然后我想讲一下 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他其实和天狼心 有着很很强的一个连接 观世音菩萨 埃西斯女神 还有那个 谢克曼怎么说 在中文就是一个 埃及的一个 另外一个 师头人身像的一个女神 他们其实都是 那个天狼心的神 观世音 他和天狼心的连接很强 那么我们中国人 其实大多数的 都是天狼心投胎过来的 很多都是天狼心 那么你们可以叫一下 观世音菩萨 那么观世音菩萨 他其实是我一个主要的 一个像导师一样 我跟他连接比较多一点 他是我的主要的 从佛教来看 是我一个比较重要的导师 我跟观世音菩萨 接触下来 我发觉 他跟我想象是完全不一样的 一类的一个大德 观世音菩萨给我感觉 他其实不是我们 至少我接触下来 当然我和我另外圈子 一个朋友 我们私下在微信上也交流过 他给我的信息都差不多 我们两个人都发觉 观世音菩萨的性格 跟我们想象的 和雕塑上看到的很不一样 其实观世音菩萨 他是一个很活泼 其实是一个比较 很轻快的 那种很活泼的一个性格 就给我这么一个感觉 带了有点小幽默 就是有点小轻幽默的感觉 我记得那一次 我看到他的时候 他来说 年轻人跟我来 就是这样 当时他后面 好像也是跟着一个神 当时我已经忘记了 也是一个大德 但我忘记他是谁了 然后说 年轻人跟我来 我就觉得 这个观世音菩萨 好像跟我想象 好像很不一样 然后他就跟我讲了很多 关于我自己私人的事情 关于我将来的人生使命 做什么什么什么 跟我讲了一下 我自己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 这个观世音菩萨 跟我想象当中好不一样 他是挺有意思的 还有那个弥勒佛祖 弥勒佛祖的确是很喜欢笑 对 他是看上去很喜欢笑 他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一个大德 也是度人的 我跟那个 对 他 我觉得我每次看到 观世音的时候 那个弥勒佛 也经常会出现 但最近一段时间 他来的比较少 最近来的比较多的是 地藏王菩萨 观世音菩萨 倒是经常来 乔达摩西达多 他们也来 说说地藏王菩萨 他也跟我有交流 地藏王菩萨 他真的是一个 他的 我不能说脾气性格 这个字可能用的不是很好 应该说一个 一个人的一个 一个本质 就有一种感觉 我就说一个感觉 地藏王菩萨 给我感觉 很是一个 很虚怀弱骨 然后是给我感觉 真的是 一个很为别人考虑的 一个心很大 就是能够承载 整个世界的一个 一个大德 我说的是地藏王菩萨 地藏王菩萨很有意思 他介绍他自己的时候 他不说他是地藏王菩萨 他跟我说 他是道光佛 道就是 道教的道 光就是光明的光 佛就是佛祖的佛 他说我是道光佛 但是我看他的形象 包括他的能量 他的确就是地藏王菩萨 但是他就是这么叫自己的 那我就说 那好吧 道光佛 那就道光佛 然后我还认识了佛教当中的 十大力士 大力士就是护法 他们说我们一定会保护你 因为你这辈子有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 一个个人的信息 就是我有事情要做 所以他们说 我们会保护你 到时候你叫我们就行了 我们是十大富法 然后他们就是 这是我个人的信息 以后再分享 那么就告诉你们一些 你们都认识的 还有我跟普贤菩萨 也有联系 其实这让我比较吃惊 因为我对普贤菩萨 根本就是当时 完全没有了解 没有了解 因为普贤菩萨是谁 长什么样 我都不知道 因为我受的教育体系 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我 他们来跟我连接的时候 我不应该是属于一个地道的佛教徒 那个时候 是这样 因为我很少去拜 我最多去拜的时候 就是可能那个年代 比如说要考试了 有什么重要事情了 我就一两年去拜了每一次 最多就是去一死一死了 都一圈了 然后就出来了 所以我本身 心里里面就不是特别相信 宗教这种东西 另外呢 后面就是觉醒的路上 我就听到外星人跟我讲 关于宗教对于一个人的素博 我就更加不想去接触 任何的一种宗教 所以那个时候 我是一方面是不感兴趣 那个时候 我也是很有意识的去远离宗教 那么在中国最大的两大宗教 就是佛教和道教 所以那个时候 我是彻底的很远离这两个宗教的 对于我当时的那个意识层面来说 我觉得离开宗教 或许对我的个人成长和修行 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帮助 我可以通过不同的一个层面 去提高自己 当时是这样的 后来就是机缘巧合 就是各种各样的情况 这我就可以省 省下好几个小时 就是一直把我往这个佛门里面推 一直有个很大的力量 把我往佛门里面 就一直各种各样的人 跟我说 哎呀 我各种各样的那个指导人 给我的信息 要的高我 佛祖来找我了 等等等等 就搞得我就一定要入佛教 那个感觉 我觉得这事情挺纳闷的 然后呢 但是我也没答应 一开始 我想这个宗教 我还是蛮抵触的 然后我想这样吧 在我们澳洲呢 有个卧龙岗 那个地方有一个 有一个星云法师开的道场 是我们南半球最大的一个寺庙 然后我说 要么我就去当个义工吧 我去当个义工 正好那里空气也挺清新的 吃的菜都挺干净的 人也挺好的 我去当一个郊游一两天 玩一玩 都是免费吃住 那我后来就去了 然后就是帮帮忙 但是我打心里 是不相信的 那个时候 然后跟他们处的 都挺开心的 和那些义工 然后我处完之后呢 我就说我想当个义工 那个时候跟那个师傅说 他呢也挺器重我的 就说好好 把你安排到一个 比较好的组 因为乌龙岗里 悉尼呢 是有点路的 然后我当时就住在 他们那里住了一晚 然后住了之后 第二天我回来之后 那个当时就是 有个非常隆重的场面 然后那个光之殿堂 光之殿堂 还有那个 就是我们说的天堂 还有那个神啊佛啊 都来找我 说太好了 他说 等我 就是我那个时候 有个师傅 他说 我整整等了你一个世纪 我终于等到你回来了 然后他就跟我讲了一些 我私人的一些事情 然后说 你这辈子是要去传教的 然后我当时说 哎呀 这个东西好像跟我不是很有关 我不是很相信宗教 而且我作为一个 已经觉醒的人 是不是有必要去相信这个宗教 他们说是这样 因为我为什么告诉你们 个人的这个信息呢 其实也是透露给你们听 他们当时是怎么跟我讲 他们说 哦 不不不 宗教将来是一定会改革的 所以我们需要你们这些光工 去做一个改革 那我说改革什么东西呢 我当时还是蛮抵触 他说我们将来会走万教归一的路 万教归一 那么我等会去提一个万教归一的事情 如果你们现在有空的话 我想插一个小插曲 就是跟你们讲 我后来拿到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灵魂契约 我是怎么拿到 我怎么会入教 我后来还归一 受武界的一个原因 其实挺有意思的 我讲给你们听之后 你会就是你们会将来会知道 是怎么一回事 因为将来佛祖他们也会考验你们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有一天 南天寺的一个师傅来找我 说我们最近有个佛教的婚礼 要来找一个主持人 你之前是经常就 有一些什么主持人的活动 你要么来当个主持人 我说好好没问题 我这周正好有空 我来当你的主持人 然后一个地方比较远 那然后我说好没问题 那就这么决定了 后来在马上周日要开始 佛教婚礼的时候 我不是要去当主持人吗 我的一个师姐跟我联系了 她说我马上要去这个地方 我开车送你去 我说好没问题 然后呢 她说这样吧 你去跟师傅说一下 你当主持人之后的当天 你会在那里住一晚 那你就好跟她说一下 否则你当天来会太累了 我说这倒有道理 然后呢我就去找了这个师傅 我跟这个师傅说 我说师傅 我可能通知你有点晚了 因为那个时候是周五 我说我想那个 在四面里面住一晚 有没有可能 因为那个师姐今天 马上把我送过来 然后没想到的是 这个师傅的反应 非常的强烈 他说哇你这人有没有礼貌啊 你现在才告诉我这么一件事情 你不会早点告诉我吗 你懂不懂规矩啊 哦不行不行的 他是这么跟我说 我说这师傅真是的 然后我说好好好没关系 那那我自己就是在寺庙里面花钱 自己住 自己花钱住 那那我这话已经说到这个程度了 这个师傅呢也是 非常的百意不挠 说你就不用住了 你不用来了 你周六不必提前来的 周日你当天来就行了 然后我跟师傅说 我说师傅 周日有这么一个佛教的婚礼 这么早 我从悉尼要赶过来 我要凌晨爬起来 再来参加 半夜三更才回去会很累 所以我会提前一天来 可以先住下 不过你不必担心 我自己来付那个住宿费 这没有关系 这个师傅还是很执着说 这跟钱有什么关系 我跟你说你不必来了 不用来不用来 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师傅好奇怪 当然这后来我才知道 是佛祖给我一个考验 然后我觉得这个师傅 这个尼姑当时挺有性格 我说给你们听这个师傅 我说那个尼姑啊 你们不要以为真的是佛祖和菩萨 我说这个尼姑真是这个师傅 真是有个性的 我后来是有点生气了 我想如果马晓晓当时当天 我就决定不来的话 他叫我不要来 是叫我周六不要提前来 他周日还想叫我去当个主持人 那我想如果我当时周日不去的话 你这么无礼 那我也不来了 对吧 我都跟你说了 那我周日不来的话 你这个婚礼你该怎么开 你主持人都没有 但是我后来考虑了半天 我还是决定去 因为毕竟有一个专业性的问题 因为我考虑到 如果我不去的话 会影响人家一对良好的姻缘 结婚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我虽然不是很喜欢 你这个尼姑 但是无论如何 我想想我还是去吧 然后我看了一下 那个去的方法 很不巧的是 当天卧龙港 到你这么一个路段 是在修大路 去的路上是相当的坎坷 又换很多 这就好不方便 好不方便 我当时是 的确是一想打退堂库 这个师傅 这个态度 这个样子 这个又这个样 定房间也不好定 然后态度又这么 又这样 然后我又很累 这个去的路上又要修路 我觉得这个事情怎么这么多 我还要自己再掏钱包 做这做那的 我想了半天 我决定还是要去 而且我还要提前一天去 后来千辛万祖 那个修那个路 我当时确实 真的还真的是千辛万祖 我后来当天还是到了 然后自己掏钱包 住下来了 这个师傅也很有个性 当天晚上我周六去的时候 他一口饭都没有给我留 所以我当时差一点吃不到最后的一口斋饭 我吃不到这个斋饭的话 我就真的是整天要饿肚子了 我当时是有点委屈的 我觉得你这个 你这个尼姑做事情也太不地道了 你叫我帮你这么一个忙 帮你主持一个婚礼 你怎么这样 当然了 尼姑他们也有自己的性格 那我后来想想算了吧 我还是蛮专业的 你叫我来做这个事情 我也不跟你计较 我把这个婚姻给主持好就可以了 对人家的新婚夫妇要负个责任 我也不跟他计较这些小事 所以我后来是自己 历经千辛万苦去了那个地方 自己花钱住了一晚 然后自己掏腰包 买了饭 最后吃的还是剩饭 所以我当时是有点不爽的 我也没有跟他吵 然后这个事情就过去了 当天晚上我就洗了把澡就睡觉 我记得我是刚刚开始睡的时候 哇 来到金光 然后好多的神和佛和大德都到了 然后说好 他说马晓晓 我们给了你一个测试 你考过了 他说 你在你的师父是如此刁难你的情况下 你在这个路上是如此的坎坷的情况下 你在你自己掏腰包的情况下 你还是决定不依不饶的来到这个南天寺 来做这个事情 所以我现在给你一个灵魂契约 然后他就告诉我灵魂契约是什么 然后他给了我一个挺不错的一个东西 那当然是我个人的信息 我也不想那个在这里吹嘘什么东西 然后我就当时是挺感动的 非常的感动 就连我现在说我都觉得有点感动 我当时就流泪了 我后来就流泪 我说真的是很感谢你们 给我这么大的一个 这么宏大的一个契约 我说我一定会 一定会 一定会做得很好 遵守万教皈依这条道路 一定会带领大家走这条道路 然后他说好 然后他跟我说了一些私人的信息 说你将来会怎么怎么喝 怎么怎么怎么 然后我说好 谢谢你 谢谢你 然后我就说 就跟我扬身 他说没关系 将来 我就说在他们给我的信息 就说到万教皈依 他说 我将来会和很多人 当然不是关我一个嘛 小小 就是会和很多光公一起 帮助所有的宗教 那么我呢 就会走佛教这条道路 就带领佛教 就是走向万教皈依 当然还有别人了 还有很多人了 那么可能西方国家 还有些人会入天主教 走这条路 带大家走万教皈依 所以将来你们所看到的宗教领袖 会和你们现在和过去看到的是非常不一样的 将来的宗教的领袖 他们是非常的开明 他们可以接受到很多的信息 他们只相信一样东西 就是万教皈依 万教皈依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们佛祖 他们跟我说的好清楚的 他们说万教皈依是天下所有宗教的唯一的出入 如果任何宗教不能接受万教皈依的话 它就只能灭亡了 因为在一个新地球上 它是不能够允许存在 我们现在所认知的宗教的那些条条框框和假条 还有一些我前面说的那些弊端 万教皈依 我们将来会摒弃我们现在所知的佛教当中 很多的糟粕 重新撰写一个历史 当时释迦摩尼来到这个地球上 他所说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包括后来来的那些大德 他的传道是什么 包括我们是怎么理解 简单的来说万教皈依 所有的宗教最后只为这一个核心的内容 那就是尊重我们的造物主 只追求彻底的真理光和爱 仅此而已 其他的东西 可以说是可有可无 就是从这一个核心观念上面 重新演化下去 也不会有什么十八层地狱 也不会有什么男尊女卑 也不会是什么男的只是佛 女的只是菩萨 也不会是什么你来列奖了 你不能够去拜佛 你不能够吃洋葱 你不能够带小动物 等等等等 这些很奇葩的东西都不会再有 包括我们现在所知的金刚经啊 法华经啊 这也是过去对于那个年代来说 是对我们有一个很 一个觉知上面会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但在新世界我被告知 会有很多新的经出来 这些经的频率 包括言论经什么 这些新出来的这些经文的频率 是会更加适合新地球 就是频率是非常的高的 非常的高 所以高到就是 也不是说要比之前更加好 就是你只要读到这些经书 你会豁然开朗 甚至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一个层次的一个觉醒 所以这是将来 会有很多的法典和那个佛教的经典出现 他所给你的信息 他不会再执着于 我再强调一遍 万教追而归一之后 佛教本身 他不会再唯一强调自己佛教的本身了 他会更加强调是关于 对于那个造物主的一个追求 爱和真理仅此而已 他会慢慢慢慢退出去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所认识的那些大德 像观世音啊 乔达摩西达多 弥勒啊那些的 他们并不认为 他们在我们佛教当中 被认为神和佛 但并不代表他们认可 我们现知 我们认知的佛教本身 因为他们认为 我们现在佛教本身 也是有很多弊端 他们都是知道 所以他们就是认为 如果你这个宗教 还想活下去 还想至少说 用他们这些的大名的话 你至少也必须要改革 这个包括基督教 都是同样的一个道理 到时候那个 耶稣基督他自己都说了 我从来就没有说过 我是上帝唯一的儿子 我是上帝唯一的儿子 根本他就没有这么讲过这个话 都是后面的人编出来 等等等等 为了造成这个宗教当中的分裂 将来他们基督教 天主教 包括道教 他本身都会有宗教领袖出现 他们这些宗教领袖 就像你观众听众朋友们 你和我这种 我们有更高的觉知 对这些信息有更高的认识 所以在传教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有完全不同的方法 这就是我想告诉你们的 万教皈依 当然我可以说的更多 但是我觉得我分享的风格 就是浅显一点 不用讲的很高声 就是万教皈依 你们只要记住 唯一要追求的就是对于造物主的爱 还有爱你自己 连接你的高我 说到底就是光和爱 其实万教皈依的本身 宗教就是要变成修灵 宗教要改为修灵 而不是修灵靠近宗教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区别 是一个最核心的区别 而我们现在中国人 在这一秒 我跟你们说话的这一秒 是反过来的 我们为了修灵 而跳入宗教的坑 但是我们将来要做的事情 是引领宗教 往修灵的路上去考 这是一个最大的区别 我希望你们能够记住 将来的佛教和道教 走的道路和你们现在所学的那些 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不同性 包括将来的宗教领袖 和你现在看到的 是完全都是不一样的 我再插画一下 关于佛教的问题 还有我自己的理解 或许对你们这方面是有点小帮助 那我再提一下 就是这可能我觉得是最大的误解 我想告诉你们的就是 听众朋友们 如果你在你人生当中 判到了一些难点 或者关键点 你觉得要去解决问题 我们通常是想要一个信仰的归宿 那你们可能会选择去 那个寺庙里面去拜 这个我是可以理解 从心理层面上来说 我们的确是需要一个信仰 但是我告诉你们的是 你可以行贵礼 从整个什么北京上海 广州 一步一磕头 一直磕到西藏 一直叫南无阿弥陀佛 求菩萨来改变你的命运 但是我想跟你说的是 这一切仅仅是一场枉然 因为能够改变你命运的 其实不是佛和神 他们观世音 他没办法改变我命运 只有我自己能够改变我自己命运 你如果真的要改你的人生 就是要提高你自己 另外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真正能够掌握你的命运 你的灵魂契约的 是你还有你的高五 你真的要改变你的命运 你跟你高我说 我来之前 我地球上 我是说我想要做12345 这四个什么 这五个灵魂契约的 我没有想到原来这么困难 我想自己的人性要提高一下 我想改一下 所以你要真的去拜的话 你真的应该去拜你的高我 因为你的高我和你 才能够改你的灵魂契约 知道吗 所以你去拜那些神啊佛的 他们其实也挺郁闷的 他看看你 你来找我 我能够 他们能够做到的 就是给你更多的光和爱 他们的确是能够给你发光发爱的 清理你的脉轮等等 清理你的光辉 提高你 指引你 但是他不能够帮你改你的灵魂契约 你们知道吗 所以你们要去什么 哎呦我的人生好苦啊 我怎么怎么怎么呢 我去求神 求佛 让我更加有钱 让我怎么怎么 让我不再生病 让我的小孩考进重点大学等等等等 让我们的小孩进更好的幼儿园 我要换工作什么什么的 这个神和佛 他没办法帮你 你要真要求这些世俗的东西 你真的是要去连接你的高我 因为你的高我和你的连接 才能够确保 你可以改你的人生 你的人生契约 所以我告诉你们这一点 希望你们少走弯路 别花太多的心思 去拜神和佛 求他们改你的灵魂契约 你的阿夏七记录的主宰者 是你的高我和你自己 或许你的指导灵 也可以帮助你 神啊 佛啊 的观世音啊 大日如来啊 他们可以给你抒发能量等等 他们可以起到像外星人导师 一样的能力 但是改你自己的命 你必须 你自己必须去连接你的高我去改 这是一个办法 你别老是地上王菩萨说 我想改我的命运 天天跑那个寺庙 什么烧头香 什么花那么几万块了 几千块了 我真觉得很惊讶 这个对于神和佛来说 他们根本就觉得没有意义的 因为对他们来说 你所捐的钱都是给和尚和尼姑 现在你们都知道 道教现在我们那个佛教已经到了 就是在末代了 就是你们可以看到万象众生 什么各种各样的这个名字 我也不想点了 因为这个是公开的 什么你们知道少林寺的方丈了 那些事情 包括捐款啊 各种各样的乱收费啊 零隐私啊 这个包括我还看到和尚 叼了一根烟啊 这个脸相长相 还有各方面的吃大肉等等 给我感觉 他的频率可能都没有观众朋友们 你的频率高 所以我劝你们 有些时候呢 在花钱上面 你还不如 如果真有这几百块 我劝你还不如 用在自己的身上 让自己活得更加好一点 多爱你自己一点 想买什么衣服就买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然后呢 天天祷告一下 找你的高我 跟他商量一下 该怎么样子提高自己 和改自己的灵魂契约 而不是说 花这些钱在寺庙里面 因为你这是在养和尚和尼姑 你并不是说去求菩萨 给你给办事 你自己想想看 真正的大德 像弥勒佛啊 观世音啊 真的是说 你多给我捐点钱 我就帮你办好事吗 你觉得他们是这种 这种人吗 或者说这种大德吗 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希望你们 不要在这种这种事情上面 花费那些没有意义的钱 还有就是护身符的事情 护身符 我是希望你们自己 给自己开光 你们不知道 你们自己每个人 有多大的能耐 我再强调一遍 你们真的不知道 自己有多大的能耐 你们很多人 是非常有大德 有很有能力的 你完完全全 是可以给自己的东西 护身符开光的 所以我请你们 不要去什么特别 花那么几百块钱 去求那些所谓的方丈 去开光 你们或许不知道 现在寺庙当中 也是看业绩的 当什么什么 住持啊 方丈啊 是看你是如何能够 把市场 市场学给搞好 能够 就是能够带领 整个寺庙的业绩做好 然后你会有个提升 并不是说 它的修为有多少好 因此你去找一个方丈 花了几千块钱 给你的护身符 念一套经 它自己本身的能力 和频率和修为 还真的还可能 没你的频率高 所以我请你们 就是没有必要的钱 不要乱花 真的是这样 不要乱花 没有意义的钱 投资在自己身上 你要发自内心的 拿着你的护身符 你说 官司英佛祖 我非常的想请求你 到我这里来 为我的这个护身符 开光 我请求我的高 我与我 你要经常说 你经常说 你连说十遍 说十天 你这个护身符 会有非常强大的能量 相信我 相信我 不要花那些钱 找那些住持帮你开 他们没这个能耐 帮你开 除非会有极少数的 有一些真的是大德 他或许还真的是 有点本事 能够帮你开个光 但是绝大多数 我们所知道的 那些和尚和尼姑 他们远没有达到 我们现在的那个 听众朋友们 这些觉知和觉醒 所以你们那个 在这方面 要特别的注意一点 在那个 在宗教上面 捐款也要很注意 与其捐给寺院 还不如捐给自己 捐给你自己 街道里面 那些真正需要 帮助的人 这是个实在活 可以给你自己积德 也可以帮助你自己 不要在寺庙里面 投没有意义的钱 那么 我觉得我就 应该就讲到这里 万教皈一 就是这么一件 简单的事情 还有就是 你们可能听过 一个叫做灵修少年 他现在人在哪里 不是在印度 是在 不是缅甸 还是在哪里的 他是一个 将来要传教的人 就连他自己都说 对吧 将来是要走 万教皈一的道路 这个信息 我自己马晓晓 我也收到 他们当时给了我 一个很大的 那个灵魂契约 他们也是这么跟我讲 你将来要 那个对吧 走万教皈一的道路 那我说好吧 那我就接一下 那么这一点 我还要告诉你们的是 你们在路途上 如果你们真的是 很相信佛教和道教 或者你们要扬身 你们经常会碰到 像我前面 给你们讲的 那个小故事 我的一个小考验 其实当时 我不是很想去了 我当时就想放弃 但是我还是去了 那你们可能就 哎呀 马晓晓这个考验 也不是很大 不过我说实话 我觉得我这个考验吧 也不说小 也不说大 但事实上是这样的 我在出生之前 已经跟他们 他们有一个契约 说我愿意这辈子 那个引领佛教 就是走万教皈一的道路 这是一点 那么后来呢 他也不光是这么说 他的确也要考验你 因为他要算好 你几岁的时候 可以接这个任务 所以他在不同的年龄段 和时间段 他会给你不同的小考验 看你能不能承载 他要我给你一个 很刁难的话题 让你碰到一个 很刁难的 一个泥沽 给你一个很刁难的路 走走 看你能不能来 看你碰到这个情况 你能不能接得住 如果我说实话 如果当时我没接住 这种情况 也说实话 在我马小小身上 也经常发生 发生 因为外星人 他们有时候 把我带到飞船上 他们也经常考我的 经常考 跟你考不同的情况 我有时候 有些话题 我可以考得很好 有些事情我也挺固执 我也经常不过关的 我说实话给你们听 所以他们会一直考你的 在不同的时间段 我今年考了你 不行 我下半年再来考你一下 我再过三个月 我再给你一个情况 我来考验考验你 看你能不能过得了 你能够过得了 好 我再考你一下 你还行 你行 那我就把这个灵魂契约给你 觉得你32岁 可以接了 你就接 他如果我当时没过的话 他可能会拖一年 说你33岁 我再来考你一下 看你行不行 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灵魂契约 这个东西是一直在 只是说 你在什么时候 你已经成熟了 你有这个本事了 你就可以接 你们听众朋友们 你们也是的 所以我们身上都是 有很多弱点和缺点 我自己也在克服 没有人是完全的完美的 我也不相信 那些人把自己包装的特别好 我们自己也在学习 那么你看佛祖 当然我也没有说 我接的灵魂契约是什么 这是我私人的事情 我也不想多说 那我想 我如果能够接这个契约 你看我这个样子 其实也是很一般的 我也是一个很一般的上班族 将来我所要做的事情 时间到了 我就会去做 那么我想告诉你们 我能够做得到的 你们肯定 你们听众朋友们 你们也能够做得到 只是说你愿不愿意接 你什么时候接 就是要看你自己 能不能通过每一个的小考验 路上它肯定会给你设置各种各样的考验的 所以我今天关于这个宗教话题就讲到这 我并没有讲到很多 我讲的还是比较浅线 我就是要做到亲情点水 就是让你们大概知道一个框 就差不多可以的 如果你们对当中有一些内容特别想知道 比如说你对金刚经的看法 你对严论经的看法 你问问观世音菩萨 他怎么怎么怎么 他是怎么认为这个的和认为那个的 你们可以给我发那个 那个在签量里边 我有个小小问答你们可以发 那么最近呢我的确也没怎么回 还有个事情我想告诉你们 我建议大家听众朋友们以后可以 不好意思就是不用再给我发那个电子邮件 因为我现在已经来不及回这个电子邮件了 与其让你们等我回电子邮件 还不如你们放在小小问答里面 我有空的话就是进去回答一下 因为如果你们给我发邮件 我不回的话会很让你们失望 那么我在此给你们道个歉 这的确是我没做好 那么将来有空会回你们一下 那么你们现在可以停止给我发 那么你们就在小小问答里面发 那么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我有空呢会跳进去 适当的回答一两个问题 那么就像我所说的 我也其实跟你们一样 在学习和成长 所以有些话题我知道的 我会说那不是很清楚的 那我就不会回答 所以我也要向你们学习 听众朋友们 也谢谢你们收听我的栏目 那么我们就互相学习吧 谢谢大家 最后说一些杂项 杂项是那个上次那个 爱美和我就是整理了这个清单之后呢 很多人已经联系清单上的人物了 那么我们想在此强调一下 我们只是说利用我这个平台 给听众朋友们呢 就是提供一个更好的渠道 让你们如果在人生路途上 需要修灵的路上 想找人帮助的 正好有这么一些人 他们在这个清单上 可以给你们提供一定的辅助 那么呢 我建议你们呢 就是可以去联系 那么就这段时间以内 又有些人给你们发 今天这一集就讲到这 但是我想跟你们说第八集 其实今天我不是特别想讲宗教 我想讲第八集的内容 因为我们现在三月份的能量场 已经非常高了 最近你们可能很多人听众朋友们 我估计你们95%上 都会觉得自己最近的情绪 不是很稳定 心比较烦躁 然后自己想到什么 就说什么 不像以前如此能够控制自己 对吧 或者各方面 或者最近碰到的事情比较棘手 这是因为现在频率变得越来越高了 那么我想在下一集的时候 施打施讲一点 一个一个 一个现实点的问题 我想下一集讲一个 我认为啊 是我从第一集讲到现在以来 最最重要的一集 是关于如何能够养生 就是给你们 我会给你们一些工具 还给你们一些信息 可以提高你们的评语 包括解除一些业障 我看我能不能给你们提供这些信息 我正在整理当中 我是比较有自信 应该说我很有自信 下一集我给你们的内容 会对你们有很大的帮助 包括清理一些消极的能量 消除非法联合契约什么 我又有一些新信息 我会给你们提供 所以下一集呢会时间比较长 可能会再长半小时 比一般的一般 一般分享时间会更加长一点点 但是我会给你们分享 很大量的信息给你们 然后你们可以联系 相关的那些课程去学习 提高自己 因为我觉得 中国现在修灵 碰到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太过于理论化 你们应该实干 就是学一些 施打实的一些能量 那个能量体的那些东西 来提高自己 下一集我会着重讲 如何扬升 包括提高自己 就是能够帮你们 就是在扬升的路上 可以给你们提供不同的工具吧 可以让你扬升的路上 走得更加快一点 包括解除一些 你们现在的情绪不稳定 那么下一集呢 我会分享更多的内容 那么今天这一集就到此为止了 那么前面的清单呢 我已经发了一个连接给你们 还有一些 好的 非常感谢 马晓晓律师 感谢她今天的分享 完全打开了我们的视野 我记得曾经有一位 知识非常渊博的大咖 同时也是一位 非常成功的创业者 她博览群书 博学多才 她就说过这样的一句话 她说 宗教提供的是一个意义系统 它像磁场一样存在 各种琐碎的小事 都在里面可以得到解释 并且无时无刻的都在起着作用 这是一种没人能真正 彻底躲过的力量 那我自己曾经也做过宗教徒 我也皈依过宗教 什么藏传啊 南传我都学过 但是后来我一把火 把皈依症给烧了 我在学佛的这个期间呢 也是经常会梦见神神怪怪的一些事情 有各种各样的神秘经验 我所接触到的那些什么宗教里面 什么神佛菩萨 跟我在佛教里面学到的 好像并不是一样的 他们确实是性格比较活泼的 而且特别智慧 我记得我在学习佛教英明的时候呢 经常跑到一所著名的大学里面去蹭课 去偷听他们本科阶段的逻辑学 那当时这个课是一个逻辑学的教授在上 那这个教授在这个学校里是非常有名的 那他的课只要有一节我落下了 我没去听 那后面的内容我就怎么也听不懂了 就跟不上了 而且其他同学也是这样 所以上他的课呢就没有人敢旷课 没有人敢去任何一节 那我就发现啊 这个本科阶段的逻辑学 比我在佛教里面学习那些 被大看部大革西称之为 无上甚深微妙法的英明学 还要更加的难学 因为佛教的英明其实就是逻辑学嘛 那我那个时候就在想 那佛教里面这些所谓的无上甚深微妙法 是不是就是给一些弱智学的呢 或者说叫做给一些智力稍微低一点的人啊 意识层次稍微落后一点的人去学的呢 而智商正常的人是不是应该去学习 我们现在本科阶段的这样一些知识呢 或者说叫常识呢 那后来我有一个朋友 他是我老师的孩子 他的单位把他调到西藏那边去工作 他当时是不信佛的 但我那个时候是非常信佛 我整天就忽悠他去信佛 他听了我对佛教的认识之后呢 就跟我说 他说哎呀你被骗了呀 你们这些内地的藏传佛教信徒啊 都被骗了 真实的藏区的情况 我还不清楚吗 我天天在这边工作呀 真实的藏区的情况 根本不像你们道听途说的那个样子 其实藏区现在经济很好啊 超市里面什么都有的卖 蔬菜水果都有 跟内地是一模一样的 那些跟你们说藏区的喇嘛们 特别穷啊 穷的没有钱去买蔬菜水果吃 只能拉头羊过来宰了吃 只能天天喝酒吃肉 那都是假的 那事实上他们这些喇嘛 本身就喜欢喝酒吃肉呀 那我当时听到就非常震惊 我当时就觉得 哎呀我被骗了呀 因为这些我学佛信佛 这些法师们都在骗我呀 那从这个事情之后啊 我就开始从多个角度 去了解藏传佛教 尤其是藏区的历史 我就开始好好去研究了 后来呢有一次呢 我就遇到一个从西藏 到我们内地来做生意的人 他为了推销一些佛教产品给我 就使劲地忽悠我 我听了他的忽悠 我就笑得前仰后合 因为他自身文化水平比较低 对佛教也是一知半解的 所以编的那个谎话呢 是漏洞百出 但是他自以为 他自己是从西藏来的 就能骗过我们这些 单纯的内地人 然后我才想通这件事情 是因为西藏那边的民众 过去大部分都是文盲 那他们整体的受教育水平 是要远远低于我们内地的 那他们那个地方的出家人 拿个佛经出来给文盲们讲课 文盲就会觉得 啊好深奥啊 出家人的好智慧啊 还是出家比较好了 那有一些喇嘛就会以为 我们汉地民众的心智水平 大概也就跟藏区的那些 没有文化的人一样吧 大概我们汉地人也都没什么文化 也都很好骗 很好忽悠 所以后来不是有什么大批的 什么刊部啊 人波切啊都跑到我们内地来混钱 这个事情吗 那我分享这几个事情啊 不是说这个宗教都不好 我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部电视剧 是郭小冬和曹炳坤主演的西藏秘密 讲了一些藏区的历史 这可以帮助我们去更加客观的去认识佛教 那其实所有宗教都是在教我们同一个事情 那就是爱自己 那最后我想提醒大家的是要学会开放自己的头脑 从多个角度去认知世界 从多个角度去认识你所信仰的东西 那我们大家到这里来听讲座 那一定都是爱学习的人 那一个成年人学习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呢 成年人的学习因为来日无多 而且要快速的应用 所以我们学习的目的不仅是要输入一些知识 而是要了解世界的更多侧面 那我们的认知资源来源越是多元化 我们的认知升级就会越快 曾经有位大咖写过 不管我一生中取得多大的成功 其主要原因都不是我知道了多少事情 而是我知道在无知的情况下 我自己应该怎么做 那怎么做呢 那就是要保持头脑的开放性 解除各种限制性信念 那在新的地球 宗教必然是万教皈依的 那希望今天的讲座 能够让大家有收获